出動挖土機 紅土上直接開挖 這一挖不得了 裡頭出現大量灰白色石頭 環保局當場用儀器檢測 陳小姐名下的這一片農地 全部都被埋了廢棄物 而且還可能是化學爐渣 他說先用借放的名義 那借放的名義你也要有合約毒 也沒有合約毒 他就把它倒進來了 當然這些爐渣呢 都被當作一般的土石 然後他們只是說 這裡違反堆式土石 然後違反設置那個沙石塔 然後去違反都市計畫法來開拔 但這大量廢棄物哪來的 外界把矛頭指向美商科目公司 7月才因為無預警裁員 使260名員工頓時失去生計 現在又被爆出 私底下把廢棄物 鐵礦濾化爐渣 以再利用產品的名目 氣質堆放在桃園揚梅的農地 那原則上原本農地 就是任何可以使用的部分 我們今天會採樣回去做化驗 那如果說 確認是泰鐵礦爐渣 然後它沒有依規定使用 那我們就會 請環保局這邊 限起它做改善 不滿桃園市府毫無作為 也不滿科目公司 以紅土覆蓋 營造恢復農用的假象 想混淆試聽 現在撤離台灣 卻留下一堆爭議 環宇新聞陳明豔 楊格李若彤 在桃園的採訪報導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萬象 探討國際大事 週一到週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環宇一把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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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